四周辉 四周辉在这里比获的是三船啊 来看究竟是不是组合球 大家好啊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这是去年的上海大四赛 丁崔对阵四周辉的精彩比赛 这是双方的第五局 丁崔三比一领先 果然啊 三船上手 但是母球落点不是很好 来看看这个红球堆 右上方还有左下方 这两颗是有的啊 现在好翘了球应该也就是咖啡球了 看四周会怎么打 老规矩啊 大家帮视频点点赞 最好来一波强烈推荐支持一下 咱们一起来看球 来看看能够较到这两颗 较到红球堆左下方这颗还不错 这肯定是打黑球上方这个啦 高杆刚好推过来啊 刚好推过来 黑球上方过来 可以叫黑球 对 所以就是这样的钢法嘛 6 再来炸球队 中带也出来一颗好球 设计 设计 粉球煞反正红球 这球应该还有 单叫就可以啊 不用K球 K球的话 粉球丽红球队还是有点距离的 要K的话只能要K正 哎呀 没打进 嗯 那就要球了 打后了 这球是真的没想到 哇 这球来炸球队 咱们炸球队的话 一般就是炸左边那个角 我说的是像这样的球形 这样的角度 嗯 那你看炸左边那个角 嘿嘿 中弹还有没有 没有的话那就尴尬了 8 他真的没有了 还得做防守 听据会8 右边 中球来个十字回球 出了一颗 呃 那就可以打啊 可以打 黑球被锁住 这个球形的话算不上好球形 那咱们还是看这长台能不能打进吧 角度的话高杆 高杆可以出来 高杆的话可以起来 可以回球 可以回球 哇 绿球还可以啊 绿球看看 嗯 抗飞球角度不太行 绿球角度挺大 黑球右上方这两个球 这一颗球 这球是比较好轿的啊 还有这个左边中带 左边底带 这个轿球面积是挺大的 叫球这边问题不大 打进 好双轿位叫到了 哇 三轿位呢 不是双轿位 哈哈 快 看看粉球 点位怎么样 嗯 那也只能是 为粉球了 这个球形 哦 借雷三轮 红球 漂亮 这角度算得非常的精准 这球好像是走少了吧 最右边这球要是有的话那还好 这球还行低杆还可以叫分球 打掉这颗的话另外两颗也会解开 那还不错了 这球形还有点慢慢给解开了 还是走少了一颗球左右 来强行低杆拉回去 小腰球台这点角度感觉不太够用了 角度小了 要倒 很难啊 这个球形确实是很难 粉球现在也被锁死了那就更难了很乱了还得防凉杆吧 定住会 吻前来 好 最后一局面给打开了 大卫母球贴库 这球层底加进攻吗 要看看母球的位置吗 太难了 不可行 他比较那位置确实是可以 层底的话确实是可以 碰到粉球 问题不大 没有了球 好 好 这个我在想能不能一酷解个薄鞭 轻轻的上来 低纲 我这样可能要乱了 好 运气球 再来看看会放 哦那那这样就是运气了 确实 哎呀 再回到大了 顶确领先19分 这个局面 35 哎有机会来超分啊 有机会来超分 嗯 那就更没问题了 现在这么一K 好 中大加红球有接印 感觉这局拿撒不成问题 可以推过来叫一个小面啊 往黑球这里来顶 叫中大也可以啊 问题都不大 我打掉这颗中带的话另外一颗啊 左边中带也会出来 这问题不大 这问题不大 来帮他稍稍分数 台面上还有35 领先40 超分 然后这红球打进 这局就妥了 这局就妥了 对 稳稳的打进 没问题 4比1 灯干灯少了啊 灯干的干法确实是很难 好 这球要断了啊 4比1 好 那么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帮视频点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